结果他们买一些免费 现在一些小说APP为了引导人们下载 那广告做的是毫无逻辑 三观崩塌 差点把我的眼闪下 先看这个 妻子欠下五千万 背诸还债 窝囊丈夫跑来 债主一件 主人 让我捋捋啊 这个窝囊丈夫 他的仆人 让他的媳妇背诸还债 这个仆人还真是有能耐 他都能借出去五千万 他的主人还是个窝囊费 而且试问 这个女的 她是如何欠下了半个小目标 她是公司倒闭了 基金有率了 还是被诈骗忘了下载 反诈中心APP了 更令我迷惑的是这个还债方式 她不去刷碗 不去卖菜 她非要背猪还债 这全国的猪让你背一遍 才够你还债吧 看到下面这个 我才知道我太年轻了 老爷 夜晨离婚了 什么 快 快派人带上一千亿现金 送小姐去求婚 咱先不管为啥这个小姐 要去向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求婚 就光这带上一千亿现金 就够震撼我一百年的 一千亿现金 这得找一艘航空母舰 才能拉得下吧 上面那个备猪还债的 你带上你那个窝囊废的丈夫 和她的仆人来这打工吧 呵呵呵呵呵 奶奶寿宴 历经五十万的坐一桌 历经七十万的坐一桌 废物上门女婿却问 二十亿的坐哪 你直接坐在她奶奶的头上 还有些广告啊 这个配图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刚出生的龙子玩耍 无意掉下凡间 竟被陆家废物当成宠物养 我看你脑子上是有个大巴 你把我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笼子我没见过 但是这个小壁虎我不认识吗 还有这个 他死了五年 他疯了五年 直到五年后 一窝小祖宗差点现犯他的公司 他当场乐疯了 我当场就崩了 这五个小祖宗哪来的 上面的小壁虎变的吗 本来都疯了五年了 你又乐疯了 你是风尚加风 你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啊 还有这个 龙帅归来见妻女背弃 他有三个部下 长财 长权 最后一个 长命 悄悄告诉你们 我也有一个部下 他什么都不会长 他就会长嘴 这些个垃圾广告 不是宣扬金钱 就是宣扬权利 我看通通都是狗屁 也在 撒回 他这次会认为宣扬金钱 他用个帅子来说 这些的区颜色 你总会怎么着呢 对 skin 和我 migrant争腾üss 几乎 这些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